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然就是在全国人民面前直播了 所以想要当上新闻联播的主持人 那真的是很难的 就像罗丁一样 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 而后因为疾病离开了 但是他25年来没有发过一次错误 连事务的操作 让他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 而且他的形象跟声音都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 这样优秀的主持人 确实是比较少的了 所以进入央视的门槛也真的是高 又这样敬业的主持人 真的是央视人才积极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了一件事情 很多央视的主持人 只有上半身 没有下半身 尤其是月正规的 比如新闻联播 从来是看不到主持人的下半身的 大家肯定也很好奇 小编也很好奇 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 为什么要是很多主持人只路上半身 不路下半身呢 还是离不开段子手撒贝宁 撒贝宁作为神一样的主持人 经常让大家感到意外 而他的这次爆料也是引起了很多观众朋友们的震惊 他曾经在参加一个节目的时候 爆了很多雷人的细节 其中还包括了为什么要是主持人只路上半身 不路下半身 让大家被搞意外的是 杂贝宁说到 央视直播间非常热 很多主持人下身穿着短裤 上身穿着西装就开始来露节目了 这个爆料让很多人难以置信 没想到画面如此的不和谐 估计摄影师也被吓到了吧 男女主持都相当的随意 上半身西装 下半身短裤或者热裤 如果说期间摄影师不小心切换了镜头 会不会全部观众都笑掉大牙了呀 据法北明说的 这都是成为了他们演播间的时尚了 没想到如此低格高的央视 主持人还怎么的存心呢 可能确实每个工作都有每个工作的困难之处 他们上半身与下半身如此大的差距 肯定也是现实情况所决定的 有些主持人一录节目 可能就是大半天 碰上热天 肯定也是放到一把了 只要不影响节目效果 其实问题也不大 大家怎么看待有的节目主持人 上半身下半身差别这么大了 感谢观看